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帮大家把数据从你损坏的笔记本里面取出来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大家根据我这个视频里的步骤 就不用请人来做了 可以省下点钱来 OK,那我先讲一下 如果你的笔记本坏掉了 但是你觉得它可能只是屏幕碎了 或者是屏幕不好用了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比如说你的笔记本不是很旧的那种 它有HDMI接口的 那你可以插到你的电视上 看看是不是还好用 当然如果老一点的笔记本 你可能需要找一个老的显示器 把这个VGA的这个 当然你还得有线 然后连上去试一下 那么今天我重点讲的 就是这个笔记本已经损坏了 然后你又不想修它 只是想把你的照片取出来的这种情况 那么你首先呢 要把这个存你数据的这个硬盘取出来 这个并不复杂啊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这就是呢 那块硬盘 一般的笔记本呢 它都有这种 你看这个笔记本呢 它后面有一个小挡板 拆下两颗螺丝 就可以把这个硬盘拽出来了 当然你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 尤其你这个数据是最重要的 你可能这个笔记本扔掉并不可惜 但你的数据是无价的 所以你要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当然你的数据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可能要请专业的人来做了啊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什么事的 只要你非常小心就可以了 当然有的笔记本拆起来比较麻烦 你要找这个 就是这种它有这种视频的啊 把它取出来之后呢 这个硬盘一般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unlikely it is SSD 所以大部分都是这种2.5英寸的 这种机械式硬盘 一个是数据线 数据接口 一个是这个电接口啊 这个具体你就不用管它是什么接口了 我只是提一下啊 把这个硬盘拔下来之后呢 当然你要把用小螺丝刀呢 把这个看它这些小架子给它拆下来 然后拿到真正硬盘的本身 然后呢你要在网上买一个这样的硬盘盒 这个硬盘盒呢 它的具体的名称应该是叫什么呢 就是在这写的啊 就是SATA to USB 我在这再敲一遍 就是SATA to USB inclosure 打错了 sorry inclosure 就是这种小硬盘盒 这样呢 你把它买到手之后呢 你相当于获得了一个把它装进去 如果它好用的话 你这边硬盘还是好用的情况下呢 你就又获得了一个外置式的硬盘 那么下一步呢 把它装进去 插进去是很容易的 因为大家刚才我给大家看了 它里面呢 那个小硬盘盒里面 它有两个接口 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然后插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不要太用力啊 一点一点来 来插进去把螺丝装上去 然后把线一插 聪明的你肯定能做得到的 插进去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插进去了一个硬盘啊 那么我点一下这个 This PC 或者你点 如果你是Windows 10 一般都是Windows 10了 现在你又起这个Windows这个 这个logo 然后点什么呢 点这个computer management 就是电脑管理 然后点这个disk management 次盘管理器 在这里面就能找到你的这块 外置硬盘 我假设啊 它是这个C盘 当然它不可能是C盘 应该是至少是D盘 E盘或者G盘什么的 然后我又记它 然后explore浏览一下 然后呢 你这个电脑 如果要是Windows Vista之后呢 它应该是在你这个分区的文件夹 叫User这个文件夹 你无论你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 它都是叫User 好 假设它的你这个文件 你的这个用户名叫V 我点一下V 你看 它不允许你访问 它说你没有权限访问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前面的步骤都很简单 这个步骤呢 其实也很简单 它有两种方式来解决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先用图形化的方式 那你就 呃 又记它 呀 又记这个文件夹 你要highlight它一下啊 highlight它 highlight它 然后又记 然后点这个property make sure的 就是确定这个是文件夹你要做的 然后点这个security 咱中文的就是安全了 这个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然后点这个advanced 高级 然后点这个owner 你要把这个owner change了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owner还是以前电脑的那个owner 对吧 因为电脑它不懂的吗 是不是 它没有那么智能化 点这个改变 这个属性 要打什么呢 要打everyone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访问 你看 everyone 就是英文的 everyone 然后点 ok 然后现在跳出来这个了 然后呢 你可以再点apply 点ok 然后点ok 再点ok 再点ok 就这么点ok 现在你再点一下这个v 还是不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要再缺一步 然后点这个property 还跟刚才那个步骤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要再重新做一下 点到这个security 就是安全这一步 之后呢 点这个edit 编辑一下 再加add 加加什么 还是加r1 点ok 还是r1 然后点apply 点continue continue 你就需要我们拼命的点 continue continue 最简单的办法 就用键盘的 enter 回车 看 因为我回车过猛 它已经进来了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v 看我已经进来了 但是完没完成呢 实际上还没有完成 因为呢 我没有让它把 它的subfolder 它的子目录呢 继承这个r1的这个 它这个权限 因为量很麻烦 在视频里面没法那么做 你当然可以那么选 但是你点击的量也很大 你先进到这里面之后 然后你再去做也是来得及的 比如说你就想要你的就是家庭的照片 应该是在picture里面 当然你有的时候会放在deckstop 在你的桌面上 那么我举个例子 比如picture里面 你一点它又是这个样子 那怎么干怎么做呢 大家都知道了 右击这个文件夹 然后点这个properties 然后点security 然后advanced 点change 就是又来一遍 都是一样的步骤 这个时候呢 你要点这个了 要把这个replace owner on subcontainers and objects 这个也都是一样 把这两个都点上 然后点apply 点yes ok 点ok again ok so now 现在呢 你可以进来了 看现在进来了 是吧 当然我这个用户名人 只是用来做实验的 里面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您的里面可能会有上千上万张 你的家庭的照片 或者你工作用的数据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个办法 如果你觉得很麻烦呢 那第二种办法呢 获得全线的办法呢 就是打一个命令 命令行 这个命令行 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并不复杂 你看啊 你就把这个输入到这个 就用这个windows powershell 一般来说 windows powershell在这里面 不见得好用 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你点这个右击 然后点run 或者是windows key r run 然后点cmd sorry 不应该用这种办法 应该先点cmd 打这里打 然后呢 右击这个command prompt 点这个runadministrator 然后用这个命令 好把它输进去 我给大家打一下 我给你解 主要是解释一下 这个命令是这样的 你看lccls 这个盘幅呢 就是你找到的那个分区 比如说它是地盘 然后呢 那应该就是user 这个应该不会变 除非你当时你的用户的 就发location 你change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是给它一个这样的set owner sat owner还是跟刚才我提的是一样的 sat owner 然后 everyone 然后say 然后t 然后say 它这个实际上是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user的这个整个这个folder里面 所有的用户名的权限 全付给这个 everyone了 这样也很方便 因为你这个电脑也许是share的和大家 所以把所有的用户名呢 都给它解锁了 这样呢 你做完这个命令回车之后呢 就可以获得所有的了 OK 所有的权限你就可以访问了 这样你就把你的所有的文件和photo就获取回来咯 来 而且同时呢 你获得了一个移动式硬盘 那我建议大家呢 如果一旦做好了之后啊 要赶紧拷贝出来 因为你这个外置 你这个硬盘也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把它拷贝好了 然后另外再做一个备份 以免数据丢失的情况 那么刚才我提到了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啊 然后给大家稍微展开一下 讲一下 首先我第一步讲的呢 就是说 有的笔记本电脑啊 它呢 看似坏掉了 实际上呢 它还有声音 甚至屏幕还有亮光 这个时候电脑很可能还是好用的 那么你就要接到外部的显示器里面 这样呢 你就直接可以操作它了 那么 在取这个硬盘的时候呢 是这样啊 这个笔记本比如说彻底坏掉了 你也不存任何 幻想去把它修好 那么你拆它的时候呢 有一些这个硬盘 它藏得很深很深的 它甚至要把整整你看这个笔记本电脑 它就是把整个的这个版都拿下来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YouTube上呢 找到通过你这个型号 因为你一般电脑后面它都有这个型号 然后呢 在YouTube上搜索一下 看它这个 它这个 或者是open什么的 看它怎么 怎么拆的 由于你这台笔记本是要放弃掉的 所以你拆它也没有什么压力 弄坏了也没有事 但是如果你数据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小心 是吧 然后把这个硬盘给它挖出来 啊 要非常小心的啊 弄出来之后呢 你到网上去买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inclosure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 一杯 那么 HDD SATA 2 USB inclosure inclosure 在我们英国呢 才6帮钱 还有更便宜的呢 我的电话响了 不好意思 当然它这个呢 你可以就是 直接就点这个就可以 直接搜索这个 HDD inclosure 你有更多的选项 它这个上面呢 也会有介绍 它甚至还带这个 小螺丝刀 现在这个中国的产品啊 做得非常贴心 看它会给你带一个小螺丝刀啊 什么的 这是USB3的接口 然后它这个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这小接口 这是很简单的 我就不太细讲了 这里面啊 那么 细节里面要提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当你这个硬盘呢 连上去之后 你发现它并不好用 怎么办 你 就是比如说 你这些小器件都买了 你插到电脑去 它不好用 那么你要点这个Windows10 又记它 这个Windows logo 这个地方 然后呢 点这个Computer Management 就是最直接的是点这个Disk Management 因为我一般用那个命令行啊 点这个Disk Management就可以了 在这个Disk Management呢 把它放大啊 你会看到你系统上挂了几个盘 如果你还是一台笔记本 无论是笔记本 还是台式机电脑吧 你的一般系统盘呢 会在C盘上 那这个就不是你的这个USB盘 它一般它这个接口 都会告诉你是USB啊 或者是什么的 那比如说是这个盘 它可能并没有给它盘幅 那你就给它 我举个例子 这个分区就没有盘幅 那你要又记它 又记它呢 然后点什么呢 点这个ChangeDraw Letter And Pass 中文的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很多年没用中文系统了 那大概选项就在这个地方 我举个例子 然后比如点这个ChangeDraw Letter And Pass 然后点这个 你要点Add这个 然后你给它选一个 比如说你给它 不要呃呃 不要称为Draw H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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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